各位观众朋友两件事 2019年7月15号星期一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是继续性的上涨 那正式把这个空方缺口做一个回补 那我们在上周四的影片 跟投资朋友预告到 选择权的黄金交叉 同时给大家结论 台北股市会走一个金金涨 一个仰空的阶段 所以其实你今天可以去看 同页做空节目的老师 今天一定是躲起来 不会录影音 同时涨上来也会告诉你 这是涨假的 所以投资朋友 你还是要相信所谓的大数据 7月6号周六节目 我们跟观众朋友做分享 台北股市的多方股票加速 是超过空方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依据 所以如果你看指数 你会担心这个空方缺口 会担心这个导转反转 你不敢做多 但是内容你看不到 尤其在选择权的结构 上周四节目跟大家讲黄金交叉 那今天是继续性的上升 其握的部位 今天有特殊的现象 就是在远跃的部分 其实今天已经转成一个进多单了 周三就要做结算 远跃已经转成进多单 代表这个行情是趋于稳定的 所以在7月6号当天节目 我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大家都非常没有信心 想要做空 但是我就告诉你 这个筹码跟结构 对于多方有利 尤其在贵买市场 是相对有利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 你可以做一些资金控管 你不要买那么多 你买少一点 你一样可以参与到这个行情 重点是把握当下 而不是去看到这么远的东西 但是实物上呢 去乱放空 很多人会告诉你 这是逃命波 那贵买中心今天是继续性创高了 那万一一四四那个点过了 不是逃命波 投资朋友 你手头上还是没有股票 所以重点是把握当下 现在的筹码结构有利 你可以资金控管好 少量的去做布局 那该布局什么股票 交给我们就好了 今天7月15号 基优会员跟高价会员 我们各有出手贵买中心的股票 同时我最近跟你邀请的股票 也大多数是贵买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贵买中心有机会 因为我们的系统显示 就是贵买的股票 相对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很多人告诉你 现在的经济数据不好 很多股票本益比太高要放空 这是理论 我们是不是在7月4号 用做空大师索罗斯的案例 跟大家做举例 从2016年开始放空 到美国股市现在都是创新高的 索罗斯是产赔的 如果这么好操作 经济学家都是富翁了 上礼拜节目跟观众朋友讲 台北股市现在的融资 如果你扣掉ETF 是比金融海啸还要来的更低 很多股票其实是没什么卷可以空的 这是实物上操作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去问你的空头老师 为什么在这里 筹码结构都对多方有利 他要带你去放空 看法我们还是维持在上周四给大家的结论 台北股市会走一个金金涨 而且是一个仰空的阶段 如果说你喜欢影片 欢迎在YouTube上面点选订阅频道 同时记得点选闹钟 才会收到上传影片通知 帮我按赞按分享给老师一些鼓励 如果你要参加投顾 我在节目上教导大家如何去做分辨 因为很多人对于投顾都是非常感冒的 你可以看一下网路的节目 如果有提供折讯的节目 你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个折讯通数 如果折讯通数太多 就代表他设了好几组会员 然后乱发讯息 乱枪打鸟 收盘就跟你讲正确的 那我们的折讯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左上角 我们折讯通数都是非常的少 上周的节目是跟大家预告 我们会员朋友有布局 这个系统上面搭空的股票 后续跟大家公开验证 这张股票就是3596的致意 这个画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周六录的影片跟投资朋友讲 致意这张股票已经达正 我们已经获利出场了 这通折讯是其中一通 我们从7月3号7月8号 都有陆续带会员朋友去布局 3596的致意 那为什么在周五要去做出场呢 这是我们的方法 以及我们的交易计划 致意这家公司 我们是在6月15号 准备投资组合给会员的 当时给会员的定的操作区间 就是77块半到101元 周五这个价格有到 同时搭配我们盘中的工具 告诉我们 周五的数据来看的话 卖压是一路性的升高 而且追加买盘的力道是不足的 所以为什么致意在周五要去做调整 甚至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盘中工具 你会知道周五很多股票是不能追的 如果你追进去 今天的行情不错 你顶多是解套 这个就是你买的价格 好不好的问题 6月25号 为什么带会员朋友在11点过后去买股票 当天节目你可以去看 后续跟大家公开这档股票 是5483中美金 请会员朋友在81块以下去做买进 当天的节目是不是跟大家讲 卖压一样是比都高的 所以长期可以帮你少犯错 省下来价差有多少 这个就是盘中导航的价值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对时对价过了 会员朋友可以顺利在81块以下 顺利去成交所谓的中美金 中美金这家公司今天是收在最高点 而且是创了短波的新高 那这家公司我们已经带会员朋友做出厂了 我们没有卖最高 那你持有的投资朋友 你务必来了解他的操作区间 以及目标价 这档股票我们的规划是如何 7月11号礼拜四 当时也跟大家预告 高价会员朋友有出手一档股票 后续在周六跟大家公开 这档股票就是2360的自贸 这个地方收盘价当天就是这个价格 会员可以顺利做成交 在周五是收在最高点 今天也是继续性上涨 收在150块钱 那这家公司的操作区间跟目标价 投资朋友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 我们会员都是经过所谓的教育训练 我们会员专具会有教育训练影片 教导会员如何盘中去 利用我们的工具去辅助操作 以及符合了股票 如何去做选择 简讯会员还会有所谓的投资组合 比如说像前面跟大家讲的字役 包括6415的细利 这是三月份准备给会员的投资组合 试速这个价格就是波段相对低的地方 那在6月24号的公开节目 跟大家分享字役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细利的时候 这张股票当时股价在562块钱 今天这家公司最高来到668 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这个价差都超过100块钱 那今天收在650 这个价格的目标价 我们如何做规划的 如果说你持有系列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我们提醒你 不要去做一个追高 3169的亚信 上周的节目跟大家公开验证的 这张股票也是我们研究过 放在投资组合的股票 那这家公司我们是请会员朋友 在41.55这个地方 42块钱附近去做布局的 这张股票今天也是收在最高 创新高来到486这个位置 它的操作区间跟目标价 投资朋友一样 你要来做了解 这个是小型股的公司 这个波动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资金的控管 我们在节目上会提醒大家风险 7月10号 6150的汉讯就是很好的案例 当天很多人会跟你分享 所谓的一个涨停板的股票 但是当天节目 我怎么跟大家做提醒的 我告诉你 你如果单靠技术面是非常薄弱的 台北股市 如果都靠技术面就可以在股市里面赚钱 大家都是大富翁 所以股市天天都有赚钱的机会 但是处处都是风险跟陷阱 当天提醒投资朋友 汉讯的基本面是不怎么样的 自己的获利是亏损的 所以我们讲完 投资朋友隔天都还有来到90块这个高点 至少你看我节目的 你不会去追 你只有汉讯的 至少你隔天都可以去做调整 当天的一个最高是90块钱 你今天收盘只剩下75块7 如果你不懂得去了解基本面 你还是交友专业的团队 那我们团队目前在上周有推出一个早秋的专案 早秋专案就是说你现在加入 我们这个会期会从中秋节起算 你越早加入就会越划算哦 有兴趣的你可以拨打电话 上周跟大家邀请这张股票早秋第一棒 先帮你找回自信 目标空间预估有四成 我们待会没有去做布局 因为当天是利空不跌 7月12号周五 这家公司是涨了5% 那这家公司在今天是继续性的上涨 从系统的一个讯号你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的一个柱状图 是持续性的向上做放大的 所以这家公司有震荡拉回 都是布局的机会 目标空间都还有 所以这家公司是可以帮助投资朋友 你反败为胜的 邀请你可以立即利用早秋专案 跟上我们这辆股票的操作 以及接下来我们陆续整理贵买中心的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的欢迎拨打电话 那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的地方有箭头点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透过右边的申请表单 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我们最新的影音 以及了解我们的操作 那在最后提醒观众朋友 填这个表单是给认同我们的操作 如果你是来询问所谓的权证 跟期货的部分 目前我们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你认同我们的操作 以及想要了解这些股票的操作 那再填写这个表单 欢迎你可以立即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谢谢